今天你们可以叫我甩甩或者鸡鸡 有一种人一耍朋友就特别招人讨厌 而且最让人讨厌的还是那种动不动就在你面前秀恩爱的 猝不及防就给你喂了一嘴狗粮 今天鸡鸡就不得不用狗粮往你们脸上胡乱的拍了哈 水表一拆 我的地址不收刀片 这片子里的男主角小米宇就充分的展现了爱狗人士的觉悟 有床一起睡 有饭一起吃 可咯就互相吃一下对方的口水 而且狗哥的名字也取的十分有品味 叫拉菲 鸡鸡猜这只狗可能是82年了哟 这天小米宇收到一封信 上面写的 天长地久有时劲 此恨绵绵无绝期 幸好鸡鸡语文说的好 给大家翻译哈 大概就是说 你贵本意识玩 你咋不上天呢 小米宇一脸懵逼 然后就去给狗儿做早饭了 然后喂鸡喂鸭喂全家 鸡鸡看小米宇长得细皮嫩肉烧的烧气 每天不务正业 是不是该店卖肉的哟 没错 他还就是个该店卖肉的 这天 肉店里来了个漂亮的妹儿 小米宇一哈就当娘了 嘿 妹儿 我们福特的鸡鸭羊猪都是个人喂的哟 跟外面用激素的完全不一样 真的呀 真的 你看这个肉 好有劲道 给你男朋友吃 可能牙巴到给你崩落 我没对男朋友 这样说 我也没对女朋友 善良了几句 两个人就哭了耀眼 没来也去 从宠物晒照 就转到人道屠杀 我说你们这个话题 是不是跳的有点诡计哦 然后就说拜拜了 小米宇还是每天收到一封是你妈的信 但是不存在 他有狗 弥补了一切的空虚寂寞人 有一天 小米宇下班回家以后 发现门张告了 这哈不得了 我的狗呢 哪个被死开老狗的 啥子都不偷 就偷我的狗 丢了狗的小米宇算是废了 天天在狗的照片眼前 咽咽咽 给你朋友分手了一样 围了好几天以后 那个漂亮妹又来了 小米宇本来想装一下忧伤 我现在睡不着觉 吃不下肺 对不起 我本来还想约你去我家的 于是小米宇秒破功 小米宇不仅不忧伤了 还有点小激动 我是不是要傻朋友了哟 小米宇猜的人魔狗样的就来了 结果开门的是个gattygatty的来的 你跟昨天有点不一样了 因为你瞎啊 原来这个gattygatty是漂亮妹儿的哥哥 然后大家就齐了融融的吃饭喝酒摆了门症了 先来一道钱菜 捧伤四指头 就被小米宇硬熬 吃出来一根不明不明的毛发 我操 哪个还对狮子头打的飞机呢 接着小米宇吃了蜜汁肉排 加嘎嘣脆的脆骨 吃到后来小米宇觉得越来越毛了 后被发凉 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这个肉 你们是不是把我那条82年的拉费给我吃了呀 你猜呀 你猜到我就 于是气到爆炸的小米宇 一个闪现 房间里就只剩他自己了 咦 好像有啥子动静 哎呀我的拉费呀 还好你没有找那群没良心的屁文给宰了哟 这是想死爸爸我了 之后小米宇和拉费相依为你 过得心有灵犀 狼情惬意的日子 大家肯定好奇 那两个整小米宇的人去哪儿了呢 来 鸭儿 吃狗粮了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狗粮看起来有点野兽呢 没错 就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 原来这兄妹两个是极端的素食主义者 很开不怪一天卖热的小米宇 于是get的get气 连和漂亮妹儿准备整一哈小米宇 结果把命都撒脱了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啊 不要轻易去视太人心 如果失败了 小心就变成狗粮了哟 关注谈刺口使其微博私信狗粮即可获得一